欢迎收看小高 最近国拼正在征战法兰克福冠军赛 在王楚清淘汰的情况 下林诗栋还是比较争气 3比0打败对手挺进8强 接下来将会继续争夺决赛的门票 与此同时 很多球迷都非常关注着国拼一哥樊振东的状态 因为最近在樊振东缺席 马龙淡出国家队比赛的情况下 中国乒乓球男队的表现并不理想 在上一战 法国冠军赛更是暴冷丢掉冠军无缘决赛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球迷都呼吁期待樊振东能够早日归队 但是从奥运会结束现在 在樊振东基本上和国家队的比赛都不沾边 除了参加上海队的全景赛之外 其他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归队训练 没有任何要参加比赛的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球迷都比较担心樊振东有没有可能会退出国家队 之后的比赛不再参加 就在最近立东这一天 中国国家队的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点名提到樊振东 排面拉满 预示着樊振东接下来有可能能够继续回归球队 最近刚好到了立东的节点 中国国家队特别在这一天选择一位非常重要的运动员登上当天的海报 就是樊振东 在立东这一天 中国国家队的官方账号特别点名爱特樊振东 并且说出立东节气非常重要的寓意 还晒出樊振东的海报 从这个动态实际上大家就能够了解到 樊振东依旧受到国家队的关注 它是中国乒乓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面旗帜 如此算来樊振东应该不会这么快就退役 看得出来国家队对于樊振东的重视 包括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樊振东接受央视的采访 当时央视给予了樊振东足够的排面 认为他是中国乒乓球队男队的支柱 肩负着荣誉和责任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接下来樊振东迟早会回归国家队参加比赛 对于球迷来说不用太过于担心 在结束法兰克服冠军赛之后 接下来在11月中下旬 看到日本福岗将举办年度总决赛 大家都在猜测樊振东有没有可能参加比赛 考虑到目前的名单还没有出来 所以不妨抱有期待 樊振东有机会回归国家队 在奥运会之后能够迎来自己全新的首秀 从目前来看 樊振东的实力依旧是现役国平男队 其他主力没有办法取代的 在马龙逐渐淡出比赛之后 樊振东依旧是当打之年 在坚持四年依旧有机会能够在巴黎奥运 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两块金牌 只要樊振东继续带队四年 国平教练组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 来培养更多年轻的人才 在有些球员并不一定能够打出来的情况下 可以给予其他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